吃不动 那玩意咬不动 我作品上热门了呀 什么时候了 我作品还能上热门呀 那官方大的也算是开了一眼了 行吧 那你们点个关注吧 我是一个94年的一个老姑娘 94年的一个 小姐姐 老姐姐 隆隆户的话估计都能叫我大姐姐了 然后做吃播 做了三年了 大肥肉纯肥的腊肉 一点瘦肉都没有 你吃的什么东西 大腊肉 纯肥的腊肉 特别特别肥 但是很香很好吃 就是已经煮成透明的了 新粉丝为了表示表示 这对藏手的喜欢能不能给我点点小红心呀 抱藏手往下点点小红心 谢谢你们 你没回老家吗 我奶奶不让我回去 我奶奶年龄挺大了 她说你别的 因为这个事情再给你爸爸再给你阿姨吵起来 你又在那边安心好好工作 你要知道我的老家远在山东 我一年回去个一两趟 就是因为来回的路费比较高 再加上工作也臭不开身 我奶奶说 等回头有事的时候你再回来吧 别回来了 老人家既然都给我这么说了 我就不勉强了 我也别再那么怕你那么固执了 上图了姐妹们 上图了 吃的完已经开始逐渐上图了 来吃个鸡翅的吧 来个小鸡翅 家里边怎么了 没怎么 从组家庭本来就是事比较多的 我不知道直播间里边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是重组家庭 或者说身边的朋友是重组家庭的 有个呼马 有个呼马 我的爸爸妈妈其实离婚离得很早的 我爸妈其实离婚离得比较早 就是 就是我不是说那种我爸爸妈妈离婚 就是说就是但是他们结婚结的很晚 如果说我爸妈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离了婚之后 立马过了一年半年就再找一个的话 我肯定认为我肯定说我把这个阿姨或者说把我这个叔叔当成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当成亲当成亲爸当成亲妈一样一样 该口喊爸爸妈妈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俩在婚的时候 我都已经参加工作了 我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我叔叔很尊重我 就是我爸爸 就是我现在我妈妈的老公 我虽然说没有给回家爸爸 我叔叔是很尊重我的 就包括我做吃播 他也是不支持也不反对 不支持的话是因为做吃播这行确实嘛 对吧比较伤身体 你们也都知道 这么不停的去吃 不反对的话是因为他也知道我喜欢干这一行 他也没有说怎么反对过 把那个阿姨赶走不可能的 那是我爸爸的 把定妻子怎么可能赶走呢 三个叔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